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习 ZoJS最佳实践 Kon2从0模仿新浪微博这个课程 新浪微博发展这么多年 它已经功能比较完善了 而且它的开发团队 至少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所以说我们一个课程 没法模拟新浪微博的全部功能 只能实现微博的基本功能 但是这并不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课程全部的一个学识 体量非常大 而且有一部分是非常复杂的 至于说我们什么课程 要实现微博的基本功能有哪些呢 我们会在这个视频的后面 给大家把这个功能给大家演示一下 所以说大家可以等着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本课程是建制实战 就是说我们会一上来就讲实战 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讲入门的知识 所以说如果您是诺德杰斯的初学者 那建您先去学习这个诺德杰斯 从0开发博客项目 就是我上一节PPT截图中的那个课程 当然如果您对诺德杰斯比较熟悉呢 也可以直接学现在的课程 这个视频后面的有一个学习要求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后我们这是一个实战课程 但是把项目做完就是我们的目的吗 它不是我们的所有目的 我们说我要理论结合实践 对吧 那实践呢也要反馈到理论中去 所以说呢 我们课程最后 我们在这个博客项目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会抽象出一个 或抽离出一个诺德杰斯最佳实践 所谓最佳实践呢 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常常的工作开发中呢 如何用作解释做一个项目的最佳方案 或者是最佳套路 所以说有理论有实践 才是我们课程的一个所有产出 也是您要学习的所有部分 好课程概述 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用QR这个框架 丛林模仿新浪微博这个项目 然后课程的部分呢 有基础选行的讲解 知识点的一些串讲 然后开发微博的功能 这块站的比较大 然后总结最佳实践 主要的技术呢 是QR EGS MyCycle CycleLight Redis Session JEST 还有DWT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 那就没有在这里面取写出来 好 实际点介绍 首先框架部分呢 我们是用QR 以及它周边的一些 传用的一些工具 然后呢 前端呢 我们是用EGS模板开发的 所以说我们前端没有用VoE 也没有用React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它的原因 然后呢 我们的课程的 每一部分功能做完之后呢 我们都会用JEST做单元测试 存储呢 我们是用的MyCycle 做一个数据库 然后呢 用CycleLight做那个 ORM的一个工具 然后这里面呢 涉及到很多连表 和动摩讯的查询 所以说存储这部分呢 这个复杂度还是比较高的 用户认证呢 我们用了Session这个技术方案 然后用Redis来存储用户的信息 然后呢 我们附加了 GWT的讲解 就是说我们课程中 虽然没有用GWT做用户认证 但是呢 我们觉得它也比较重要 所以说我们会附加到 把它的一些技术点讲一下 好 线上环境呢 我们会讲到PM2的工具 然后NX的配置 以及呢 一些日志的一些处理 OK 这个图呢 是我们课程在SROW端的 一个架构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左到右 它是一个分层的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呢 也是我们在日常的开发中 用Redis做项目的时候 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项目的时候 比较经典的一个分层结构 从路由到控制器 到缓存到SWICE 以至到数据的一个处理 你现在看这个图呢 可能会感觉比较抽象 什么都看不懂 但是相信 只要你学完这个课程 你能把这个图看得很明白 甚至可以闭着眼画出来 因为我们会跟这个图 做大量的代码实践 以及呢 我们在每一部分工程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把这个图给拆解开 然后详细讲解 这样的图 这样的分层 这样的设计呢 对于那些初级工程师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说的那些 指挥增山改查的工程师 是最有效果 最有帮助的 因为你想要晋升 或者说变成高级工程师 你需要做的最大的一个方向之一呢 就是你要给一个系统 会去做设计 会去做抽离 会去做分层 会去做一些逻辑上的处理 这是一个核心的能力 所以说 如果您现在还是处于一种 别人安排什么活 你就能干什么活 对于一些系统的 没有设计能力 那这个课程呢 或者说这个设计呢 对您的帮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看课程安排 首先是技术选行 然后呢 是知识点串讲 然后呢 是技术方案设计 不能开发 当然这部分占的学士比较多 还有线上环境 还有总结诺德杰斯最佳实践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这六部分 分别包含哪些详细的内容 好 技术选行呢 我们会制定框架 存储和缓存 优惑认证 这些做技术选行 然后知识点串讲呢 我们会讲一下QR2 以及JS的模板 然后MyCycle和CycleLights 然后呢 是Redis 还有呢 是Session和GWT 还有JEST做单元测试 还有呢 ESLint和Inspect Tbug等等这些 但这一点串讲 大家注意 并不是从入门讲起 好 技术方案设计呢 我们看一下 有架构设计 有接口和路由的设计 还有呢 是数据表和存入模型的设计 只有我们完成这些设计之后 我们才知道 对于这个微博的需求 我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思路 才能把它给开发出来 对吧 我们要先设计再开发 好 共同开发 我们分为用户部分 像登录啊 注册啊 用户设置啊 粉丝和关注 这是微博的一个基本功能 对吧 好 微博呢 有发布微博 然后有列表 像首页啊 个人主页 广场页 等等这些 每个都不一样的 还有微博的一个at功能 有at某人 以及回复 以及接收at到我的消息 等等这些 好 线上环境呢 我们会讲一下 PMR和多进程 以及Engine词和返向代理 还有呢 是志向关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线上环境 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些知识点 最后呢 是总结最佳实践 我们会从这几个角度来总结 像项目结构 像错误处理 像代码风格 自然保证 安全 还有线上环境 也就是说 我们做完这个项目的实战之后 我们会通过这些方法去 做总结 做复盘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到底是做了哪些东西 才会让这个项目做到我们心中是最佳的 也就是说 也会对你未来的诺德杰斯开发做一些指导 也就是说 你未来做诺德杰斯开发的时候 你通过我们这个总结的最佳实践 你就可以去另外做出一个你自己的比较最佳的一个方案了 好 讲中方式呢 首先是我们先做设计 再做开发 然后呢 开发过程中 反复回顾设计 这点很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设计完之后 在开发这个时候设计可能大家理解不了 但是我们开发过程中会反复的去回顾拆解这个事 然后这样的话 最终就总理解设计方案了 好 渐进是 就是我们在已有的功能上开发新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功能一个功能开发 每个功能开发完之后 它都能独立运行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去开发新功能 而不是说我们移步到位的 就从什么都没有 然后直到做出来 然后中间不会有什么中间的状态 最终呢 是深入显出 反正这个讲述方式呢 是我一直在做课程的以来 我一直自己的一个讲述方式 那之前学过我课程的同学呢 可能也都了解这一点 课程收获 首先呢 是我们这是一个Nodex真正的实战项目 那你呢 了解Core2 几期桌边工具的一个使用 就是怎么在实战中这种使用 然后呢 是你要学会系统设计 分层思路 接口设计思路 以及数据建模的这些思路 也就是说 我们做出这个项目不是目的 我们要学会这种思路和这种设计 和这种分层的这种模型 或者说套路 最后呢 是我们连出动作就是最佳实践 直接对标 直接进入导实际工作开发中 好 学习前提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你要熟悉JavaScript和ES6的基本语法 然后呢 要熟悉动作JS的NPM的环境 最后一个很重要 你要了解Core2和XS的框下 用我中间键 好 重要提示 大家注意哈 第一个 前端页面用EGS模板开发 不用VUE和Rex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 EGS模板 这个模板呢 是服务期间的渲染模板 这是我们做所有端做动作JS 必须会的一门技术 第二 VUE和React它本身 入门还是需要一定成本的 所以说 我们这门课程 主要是讲路作JS 讲后端 我们不允许前端任何的框架 来占用我们的一个优先级 和一个体量 所以说 大家不要指望 在一个课程中 把什么什么东西全部学会 一个课程能把一点讲明白 这个课程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第二点 还是前端 现在代码不会详细讲解 也就是说 代码都是ES模板写的 不会详细讲解 只会讲解比较重要的部分 但是大家这个地方 不要担心说 我理解不了 这个ES模板非常简单 就是跟我们的显示 前端是一样的 非常简单 所以说 我才不会详细讲解 只会讲解比较重要的部分 但是前端大码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木科网的Gate服务 去下载到 也就是说大码全都能拿到 第三点就是 没有移动端 只有PC端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三点 主要针对前端的 我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针对后端 讲解后端 去做弄的Gate服务 如果你想通过 这个课程来学前端的话 那可能会让你失望 对吧 所以说我们的课程 关注于后端 关注于弄的Gate服务 前端不是重点 OK 最后呢 我们演示一下 这个微博的功能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界面呢 是一个登录一面 如果现在没有账号呢 你可以点击这个 注册账号去注册 然后这个注册 我们就不演示了 我们就直接登录就完了 我现在的用户名 是双月 这个用户名 然后输上密码 然后登录 登录完之后呢 就进入我们这个 微博的一个首页 我们看一下 上面这个有个标题 然后有导航 像首页 我的空间 广场和设置 我们先看一下设置页 设置里面呢 可以写昵称 然后可以写城市 然后可以选择一个头像 去上传 玩了之后就可以保存了 然后还可以修改密码 还可以推出登录 好 这是设置的一个基本功能 然后我们回到首页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最上面是一个发布微博 对吧 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 哈喽 大家 晚上好 然后就可以发布了 当然 我也可以发布一张在图片的 比如说 我选择一张图片 想买一个 树莓派 点击发表 好 大家看 这个地方图片就已经出来了 包括下面的这些 也是自己 或者说别人之前 已经发布的一些微博 或者说在图片的微博 然后点击加在更多 可以看下一页 然后再看下一页 就这样 这样就是无限加在下去 然后一页呢 我们只能加在五个 好 这是发布微博 这是微博列表 当然可以带图片 也可以不带图片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右侧 右侧呢 有个个人信息 就是头像和昵称 还有个at提到我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登陆的电视 然后这里呢 是粉丝列表 和关注人列表 也就是说我的粉丝是谁 以及我关注了谁 好 然后呢 我们点个人空间 就是我的空间 进去之后呢 这里面没有发布 只有一个 我自己发布过的微博 然后也是加在更多 可以看到第二页 以及第三页 然后这里面只有我自己的 那首页呢 是有自己的 也有关注人的 比如说我关注了花茶和real 那这里面呢 有我自己的微博 也有这个real的微博 也有这个花茶的微博 对吧 好 那我的空间呢 就只有我自己的微博 我的空间的use呢 是一个个人信息 以及粉丝和关注人列表 然后点击粉丝进去之后呢 可以看到其他人的 一个个人主页 比如说看下雨的 这个个人主页 然后因为我们还没有 关注它 所以说我可以 这个地方显示关注 好 我可以这个地方 我点关注 就可以关注了下雨 然后再回到我的空间里面 我的关注人就有下雨了 然后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不想关注这个real了 然后这个地方 就会显示一个 因为我已经关注real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显示 取消关注 然后一点取消关注 好 再回到我的空间 好 关注人里面就没有real了 同样的首页里面 肯定也没有real的了 有下雨的 没有real的一个微博了 所以说 跟我们平常用的微博的功能是一样的 好 这是我的空间 然后广场 广场里面呢 就是所有用户的微博 按照时间顺序去排序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应该是更多的 最多的 我们可以一直加在更多 OK 这是一个能从导航中看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看一下at的功能 比如说我想at一个人 at的人呢 只能at我关注的人 我关注了下雨和花茶 比如说at一下下雨 你在干嘛 好 这个时候可以发表 好 发表完之后 大家看这个下雨 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链接了 对吧 然后我在点这个下雨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到下雨的这个个人主页了 这个时候我们以下雨的这个身份登录 然后他应该能收到一个消息 对吧 我们先退出当前的 然后我们以下雨的身份去登录 他的用户名是run 好 大家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at提到我的是1 也就是说是一个人提到我了 然后我点进去之后 一个未读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at下雨 就是双月at下雨 你在干嘛 好 这儿呢 我可以回复 从这儿可以回复 当然你从首页呢 也可以回复 是一样的哈 比如说我们从首页回复 然后这个地方回复呢 就直接出现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把之前的信息直接挂在后边去 比如说我回复双月 我再看书 然后点发表 好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有爱的双月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再退出 好 再以双月的身份来登录 这样的话就有at提到我的是1个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呢就有下雨恢复的说我的看书 这样的话两个人就可以互动起来了 当然了 如果是很多人at我的话 我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人at我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信息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at和回复的功能 以及别人at我的话 我能及时看到这个消息 OK 那我们通过几分钟时间演示呢 就把这个大体的功能演示完了 但是呢 要开发这个功能呢 确实不是那么简单 大家可以跟着课程的节奏 看看怎么样才能从零 一步一步把这个整个的功能做出来 当然了 大家在学习过程中 如果是有其他的疑问 可以随时给我提问 以及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的微博的功能 不是很健全 哪个地方需要加的 我也可以给我提 如果提的人多呢 我可以在课程中去继续更新 把新的功能再做上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